你干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 这是霍氏集团给我的落西通知 霍氏集团可是世界500强的公司 你真是要把我们钱都给混了呀 什么公秘公司 我在楼下咖啡厅给你找的服务员工都怎么了 常天在外面抛头露面 像什么样子 还钱 女人就是在家生孩子不是老公的 结婚 什么结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都给楼下的王叔说好了 把你嫁给他儿子 他给了咱家彩礼 整整十万呢 妈妈 楼下王叔的儿子都已经五十岁了 我不嫁 你不嫁 爸 爸 我建了江州最好的公司 可我妈非得不让我去 还让我家人 你快帮我跟妈妈说说 你妈让你嫁人有什么错 你那婚事轮不到你做主 你弟弟还等着他十万块钱买车呢 你们 你们这个门女儿有什么区别 那是你亲弟弟 帮忙买辆车怎么了 你这个当姐的不该帮帮弟弟吗 我不是不会问的他 牺牲我的幸福 你就是这个 你 你连我的话都不清了 我打死你了 妈妈妈 让你这赔钱货二十多年 拿你的彩礼钱补贴家里 那是天经地义 少这个比老子叽叽歪歪的 赶紧滚去上班去 还不快滚 还有七块钱 重连去护士的路费都不够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不是这个 你个老不死的 怎么这么多事啊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这不为难我吗 我怎么为难你了 你这是饮料给错了 年龄这么大 给什么就喝什么 我在这干了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人投诉过我 怎么到你这儿 剩这么多呀 你 啊 你这小姑娘怎么回事 自己工作失误 送错饮料 不知悔改还指责客人 这就是你工作太久的问题 赶紧给老姨道歉 你哪只眼睛看见 我没好好工作 要你这儿多快闲事呢 这边这么多人 总会有人看见了 要实在不行 咱们掉监控也可以啊 我 我劝你赶紧给老姨道歉 否则 我就告诉你店长 对不起 是我没好好工作 我这就给你准备 你要的饮料 这姑娘真不错 懂事有正义 和我家那个一型狗事业 不肯结婚的臭小子 还真般配的啊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刚才真是感谢你 把我老头子说了话 不用谢 爷爷 我叫洛英谢 帮着俩人就应该的嘛 好孩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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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七 你 有没有对象 还没有嘛 最近家里 催婚催的姐 我也正愁的事 太好了 哎呀 我们家孙子 我们家孙子也没有对象 哎呀 这就是德国上市了 怎么了 云青 你愿意嫁给我们家的臭小子吗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有什么要求 只管其 我浑身上下只剩下七块钱 现在回家也是接着收回去 与其被他们卖给老男人 还不如找个老实人家 好歹家里还有房可以回呢 那好吧 我们可以先见面看看 好 那我打电话叫你过来啊 喂 臭小子 我跟你找了个老婆 赶紧到咖啡店来接我 我还有个海外签一回要看 你就别闹了 什么 你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 是不是 我跟你说 你今天要是不来 我就不回去 知道了 知道了 我这就过去 在路边等我 哎 行 你赶紧过来啊 不是让你老婆等急了 他跑的就过来 走 我们到外面去等 好 你小心 天哪 这个男人好帅呀 呦 这刚见面还爆上了啊 要不待会去我正领呢 那个 谢谢你救了我 没事 举手之后 这男人长得这么帅 外面可能有好多女人 对他虎视眈眈的 是以后和他结婚了 我还不得天天提心吊胆的 哎 这男人要不得要不得 爷爷 我跟您孙子好像不太合适 要不就算了吧 是 是哪里不合适啊 他哪里你看不上他 爷爷可又让他改的 没有没有 爷爷 您孙子很好 是我有问题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这个女人 还挺有意思 爷爷刚才不是说 你答应的挺爽快的吗 怎么 第一次结婚 害怕了 真害怕了 我只是 没有带后扑本的 我刚才 叫人去去了 啊 我竟然跟一个认识 不到一小时的男人结婚 算了 反正嫁谁不是嫁 至少 他还是个帅哥 哎 他一个小职员 一个人养家 肯定很辛苦啊 哎 那个 你一个人养家 肯定很辛苦吧 要不我生活费 咱俩A吧 一个老婆 我还是养得起她 嗯 这张卡里有一百万 你先拿去夸吧 他怎么不说话 一个月一百万的零花钱 应该还是够花的吧 一百万的彩礼 娶个老婆这么费钱啊 这得是他家 全部的积蓄吧 啊 不不不 这个太多了 我不能要 你先拿着吧 不够 再找我药 我 喂 欣欣你快点回咖啡店来 你妈妈带着男人在这弄的 什么 好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啊 那个 我有事先回店里一趟 你自己先回去吧 我送你吧 好 你先去吧 我去停车 王总 您瞧 这就是我那不成器的女儿 那人身材和长相啊 还说得过去 你感觉嫌弃啊 妈 她是谁啊 对你的说话 什么 她是谁 她是你的未来丈夫 这可是妈给你精心挑选的老公 别看她年龄比你大了 别 但是啊 特别有出息 都给了咱家十万彩礼呢 赶紧说说说说 跟她回家去吧 要不是你妈 求了我好几天 我还看不上你这个黄毛丫头呢 对啊 姐 得亏使人家王哥人好 不嫌弃你 而且还答应给我们十万彩礼呢 哎呀 你就别装矜持了 赶紧嫁了吧 嫁了一个你 我们可是全家享福啊 哈哈哈哈 在你们眼里 这十万块钱比我还重要 怎么 这十万块钱还少啊 你这女人 身材扁平 屁股又小 肯定生不住儿子 能给你十万块钱已经不少了 别在这磨解啊 家里啊 还有一堆事等着你做呢 不可能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可不长东西 今天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我的女人你敢动 你谁呀 这是我们的家事 你跟一外人管什么闲事 她是我老公 什么 老公 你竟然瞒着我结婚了 没错 我已经结婚了 所以你们就放弃 拿我去外十万块钱彩礼的心吧 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女儿 居然是别人玩过的破鞋 不行啊 这财礼啊 该捡一万 你 你瞧瞧她是一处没前途的样子 你跟着她干什么 现在好了 财礼足足捡了一万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洛林熙你个赔钱火 你上赶着倒退 她这个冲伪干什么 说不定 她以后还在靠你养伏呢 这是我的分放尊重点 她想家给谁 是她的自由 而不是你们当作交易的筹码 没错 就算她是个月薪两三千的小职员 邪逼妈妈给我介绍了这个男的 强一万倍 妈 强一万倍 你知道王老大什么身份吗 他一个穷屌丝 就有什么资格在这说大话 他什么身份 我可是获释 是集团的主管 就连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总裁秘书 都十分看重我 洛林熙 你别不是好歹呀 你跟着我 你就等着享福吧你 就算是他本人 见了我也得 恭恭敬敬的交易生霍总 你 你吹什么牛呢 你以为 你跟我们霍总同性 你就是总裁了 你算什么东西呀 别说 给你三分钟 来咖啡机一口 你带着你对老公 去医院里看看脑子 你带着你对老公 去医院里看看脑子 真是个不识货的东西 哎 你还别说你们夫妻俩啊 一个眼瞎一个脑残 倒还挺般配的 呵呵呵呵 我 哎呦 哎呦 李玉柔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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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 有一个不知天高地高的小子 敢挑战您的威严 哎 还狗胆包天的 冒充总裁呢 霍总 不是 有何分子 你真是霍总啊 哎呦 这这这真是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 不认识一家人了 我是您公司里的主管 刚才啊 把您当成冒充霍总之人 所以语言上会有一些冒犯 还请您啊 不要过一般见识啊 呵呵呵 谁给你十四家人啊 你刚才不还带着我霍氏集团主管的名号 消账罢户吧 哎 那你 那都是误会 哎 霍总 你听我说 像你这样的人 不配留在我公司 明天自己去财务 把公司结案 是 霍总 你听我说 我 哎哎哎 你放开我 哎 别在这里 霍总 不是人的眼睛 我们家洛云西的男人 果然赢钱啊 桂旭 我哪一开始 就觉得你一表人才 肯定是个大人物 没想到 竟然是 不实集团的总裁 是啊 姐夫啊 我姐的眼光实在是太好了 才一下挑中了 像您这样的好夫婿 嘿嘿嘿 哎 桂旭啊 您看这彩礼 您给多少钱 刚刚那位 都出了十万 您这霍氏集团的总裁 怎么着也得给了五十万 妈 这干什么呢 什么干什么 你 不是已经嫁人了吗 还滚到福家去 别在家里占着公子 我告诉你 家里的房子 可是你弟弟的 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 桂旭啊 这可是芸汐的亲弟弟 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这当姐夫的 怎么着也得买套房 造幽奔房吧 也不用太好 市中心的大厅层就好 你们也太过分了 怎么过分呢 芸汐我告诉你 你爹地结婚 你作为姐姐的 松炮奔房怎么了 是酒席的钱 你让你包都得了 这是动作什么呢 够了 斐城都是我的账 包着你们的提款机 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但是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你们家那个破房子 我们家芸汐 不稀罕 我会给他在市中心最好规矩 买一套大屏厂 我会一点点弥补他这些年轻手带 你们不疼 我来疼 刚刚谢谢你 谢什么 你是我老婆 那是应该的 不对啊 你不是小吃员吗 怎么突然从总裁了 那是我爷爷 怕我的身份吓到你 所以才能说的 爷爷也是为了我们好 你不会生气吧 当然不会啊 只是 我们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了 要不我们还是去离婚吧 啊 我已经认定你了 这个事情我不同意 以后不要再听了 哦 走吧 去买吧 哎 车买呀 是啊 我都能做谁 一诺经经 怎么都不认为 好 我马上过去 夫人 我有点急事 要不你先去看吧 好 你去忙吧 嗯 这不是我的老同学 洛云西吗 你来这里干什么 拼命保洁吗 我当然是来买房啊 你知道这里的楼盘 多少钱一瓶吗 可不是你这种低层穷人 买得起的 还是赶紧滚出去吧 别留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 这就是你们楼盘房产销售招待客人的态度 看人下菜碟不肯好好服务 信不信我 信不信我 我负费你 你 你想看大不行还是小不行 需不需要求原新 楼层有没有要求 原新中间楼盘的大平层还有没有 啊 就那套十四层吧 还在不在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原新十四层的大平层 可是我们这期楼盘最贵的房子 你买得起吗 你 你怎么知道我买的钱 你知道原新中间楼这么大平层要多少钱吗 对你来说可是天价 我当然买得起 你就吹吧你 我还不知道你 你们家穷的叮当响 就连我们楼盘最便宜的房子都不可能买得起 更何况是大平层 这套房子 毁掉了 而且是 全款的侠 你随便拿一张黑色银行卡 就来我们搜楼中心装逼了 这里边呀 肯定没钱 说不好连张银行卡都不是呢 有没有钱 你刷一下就知道 刷就刷 待会儿付款失败 你可别哭 周克少爷 您大家光临我们搜楼中心 真是我们楼盘的荣幸 不知道周克少爷这次是来买房还是 当然是照顾我家小宝贝的生意喽 周克少爷 您对人家真好 这 这不是我的老同学 和游戏吗 这不是当年追求我失败的诸葛虎穿吗 没想到 居然跟他搞在一起 怎么 你自己眼下拒绝了周克少爷 还不许我和他在一起吗 还是我家小宝贝试试 不像你 倒是好歹的臭 周克少爷 您是不知道 洛云西现在口气可大了 还说要买我们这里最贵的大瓶子呢 是 笑 像你这样的穷鬼还想买市中心最贵的大瓶子呢 你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我买什么房买不买得起 就关你什么事 很好 他想买的那套 我要 好的 这个少爷我这就去办站住 明明是我先来的 房子凭什么让你让 凭什么 就凭我是周克家的少 周克家可是江城的十大世家之一 像你这种 穷的叮当响的底层见了你 就吃乖乖的 把房子让着 对啊 像你这样的穷鬼 见到周克少爷 乖乖把房子献上就算了 还敢问凭什么 真是不是天高一 有钱人就可以抢别人东西了 这套房子明明是我心相中的 然后买下来 你平时不说强的就抢走 买下来 你有钱 瞧你这身穷酸药 怕是一辈子都攒不到这套大平层的首富 这个少爷 您是不知道 他刚刚还拿了一张塑料卡片 是要全款买下来的 你说好不好笑 全款 开什么玩笑 这套房子可要五千万 他莫云西这种穷 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 拿不拿得出这么多钱 刷一下就这样 这张卡里绝对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那要是有这么多钱 这套房子的归属权就属于 刷 如果真有钱 我再多送一套 如果没钱 你就给我跪下 和三个小偷道歉 好 这可是周葛少爷您自己说的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你们周葛少爷说的 拿去刷 多云西 你还是做好下跪道歉的准备 你那张卡里根本就不可能有钱 你还是赶紧先把房子挑一挑 做好准备送我一套房的准备 不可能 你休想从我这儿拿到任何一抬 你休想从我这儿拿到任何一抬 不好了 周葛少爷他 他的卡付款成功了 周葛少爷 你还是赶紧挑挑房看看准备送我哪套吧 这套房子还是属于我的 这世上就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 我已经买下来 这个房子还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决定他的归属去 我当然有权利决定这套房子的归属去 就因为我是周葛家的少爷 所有人都得听我 这是不是严谨小说看多了 还争当自己是霸道总裁呢 好你不是天高地厚的见 敢跟我抢 看我今天不好的教训 谁敢动我 美成你来了 徐夕 对不起 算是委屈了 怎么能是你说对不起的 你刚刚还救了我 演什么严情剧 溺死个人 徐夕夕 这个满脸穷酸样的男人 就是你病的 真是惩罚 拒绝我就是为了跟这种废物在一起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他是我老瓜 东燕西 别以为你把你的老公找回来就可以从我手上房子抢走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们这种球 只配下回双手奉上我想要的东西 你少在这电脑黑白 那房子明明是我买的 怎么就是从你手上抢 诸葛古传 就算是你老爹在这儿 也得对我毕恭毕敬 你也是个什么东西 你这个穷脚丝竟然敢侮辱我爹 我爹可是江城北海商会的会长 跺一跺脚整个江城都要震三震 你这个满脸穷酸样的肺 好大的狗胆啊 北海商会怎么了 难道你是北海商会会长的儿子就可以随便欺负人了 那可是北海商会 掌控着江城的商业命脉 除非是碰上了万人之上的霍氏集团总裁 否则谁见了中国会长不得点头爬摇 也就是你们这种没见过世面 才敢说出这些话 会长又怎么样 我动的手指 就会让整个北海商会灰飞烟灭 说他会长两句就怎么样 好啊 你这个穷脚丝竟然敢侮辱我爹 当我打电话给我霸脚 你们就死定 立刻把这几家公司给我收购了 是 啊 什么 是哪个王八蛋竟敢欺负我的儿子 好 我马上带人过去 走 是 我爸马上就到 就洗干净 我再等死吧 洛云西呀洛云西 你放弃这么好的诸葛哥哥哥 嫁给这么一个只会说大话的老公 现在好了 房子拿不到 还要被你的废物老公害死了 你是刚去过厕所吗 嘴个臭红红的 我老公超厉害的 被你那什么会长的儿子厉害多了 原来在宇西心里 我这么厉害 真好 这就是有老婆护着的感觉吗 谁信呀 你们啊 就只有这最后的嘴影时间 等我爸来了 你们就知道死是怎么洗的 不如现在就立刻下跪跟我道歉 我还能饶了你 洛云西 虽然你已经是被人玩过的破鞋 但如果你可以从来 我也可以当作你们赔罪 就此放过你们 你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对我的夫人动手 鬼孙儿竟然敢打我 竟然打诸葛少爷 我看你是上赶着找死 诸葛少爷 你没事吧 放心 会章已经到了 他一定会为您报仇 听到 你们的血到了 哪个狗胆包天的东西 敢打我的儿子 儿子 是谁打了你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啊 就是他们 霍总 您怎么在这 难道 难道刚才是犬子 冲撞了你 你说 霍总 是我管教无方 你 还不赶快磕头 给霍总道歉 爸 你为什么要帮着外人啊 明明我才是你儿子 你知道 你得罪了是谁吗 难道 你想害死我们诸葛家吗 不是 可是这些女人抢了我的房子 爸 您连这个都跟没我作主吗 介绍一下 这是我夫人 骆云西 你 你这个瞎了脸的畜生啊 这是霍夫人啊 想要什么 你不双手奉上就算了 你竟然还想跟他抢 快跪下 给夫人道歉 跪下 刚才 他还说要 夫人走了他 跪下 刚才 他还要我夫人找了他 哎呀 你 这个色胆包天的逆子啊 夫人 夫人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平日里管教不严呢 我 我会把诸葛家80%的财产 拿出来赠予夫人 然后 在市区 再给夫人买十栋房子 就请夫人 你能放过我 至于这个逆子 我会剥夺了他的计程权 爸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 就这点惩罚啊 过于凉凉凉了吗 那 霍总 您的意思呢 他刚才哪只手碰了我夫人 就打断了这手 来下去 爸 爸 夫人 还有什么惩罚吗 霍总 要不 就这么算了吧 好 听到 既然会长重新悔改 包括也惩罚了你那不争气的儿子 这件事情 可以继续进行 够房子 就不用你买了 我自己的夫人 我自己找 得不到你来操心 这栋房子 我要 我们家芸汐 喜欢重新的仓 就重新的仓 祝你了 还费款 一栋楼呀 这提成可转大发了 你这个采高谷底的东西 从今天起 太重了 你又不是我们老板 凭什么开除我 霍总 已经把这家地产公司收购了 现在是 霍总 还有什么吩咐 您尽管讲 我诸葛家 一定尽力而为 那我就 先走了 雨昕 我们走吧 雨昕 我们走吧 你 你真太奢侈了吧 现在买了一整栋楼 我们哪能够了这么多栋楼呀 给老婆买多少房子都是以来的 怎么去奢侈它呢 到时候咱们的一层一个东西的风格 不腻了我们就换一口 腻了的 我们再换一顿东西的风格 你这也太好了吧 好了 接下来你想吃哪 我送你多钱 啊 成功开了一袋新店 不好意思 好 我都算有点事 我再把你送过去 我们店里东西吃 等我忙完了 我只吃到你 好吧 服务员点餐 这个小姐 我们这儿可是高档餐厅 我知道啊 怎么了吗 您是真听不懂啊 还是装不懂啊 我们这种高档餐厅 消费是很贵的 不是什么人都能消费起的 看你这打扮 肯定就是消费不起的 这位服务员 这就是你们店招待客人的方式吗 无论我穿的朴素还是华丽 都应该有消费的权利 一个穷鬼神是什么 安妮 你好小姐 请问您需要什么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再来一杯咖啡 好的您稍等 菜马上上来 谢谢 那女士您的咖啡 谢谢 啊你干什么 那边的客人也点了咖啡 人家可是付过钱的 跟你这种没钱的穷鬼 可不一样 小姐也点了咖啡啊 现在啊 就是谁有钱 谁想做服务 像他这样没钱的穷鬼 喝什么咖啡啊 喝西北中去吧 谁说我没钱 哦 有钱啊 那你就把账给接一下吧 是手机支付啊 还刷卡呀 手机支付 手机没电了 刷卡吧 手机没电了 没钱就没钱嘛 装什么手机没电呢 对啊 我的黑音支撑卡呢 乌龟大北行车上呢 你个死熊鬼 没钱就没钱嘛 装什么没带卡呀 我看后面菜也不用跟他上了 反正你也没钱 你怎么能这样 也许这位小姐真的没带卡 刚刚手机也是真的关机了呀 你吵什么吵 真是脑子坏掉了 无如这种没钱的熊鬼 你就算再帮他说几句话 他也不可能给你小费的 博物人 我的咖啡呢 多久还不来啊 诸葛少爷 您咖啡在这呢 刚刚啊 被这两个不长眼东西给拦住了 耽误了您的时间 可不止死活的东西 敢耽误了诸葛少爷师范 诸葛古川 他的手不是被打断的 怎么还倒出来呢 真是原家都在了 这个犯还能碰见这么破型吧 怎么又是 怎么又是 你可以来这家餐厅啊 我就不能来吗 你转什么转啊 这个是诸葛少爷了 能跟诸葛少爷同店吃饭 是你这个穷鬼的荣幸 看来这个服务员还不知道我被取消继承权的事 更不知道洛云西的身份 很好 这正是我报仇的好机会 就是 见到本少爷不毕恭毕敬的就算了 还敢如此嚣张的跟我说话 好 这位小姐也没有很嚣张吧 这有你说话的地儿吗 你打他干什么 他说的不对吗 他竟然敢顶撞诸葛少爷 难道不该打吗 你还不知道吧 你这位所谓的诸葛大少爷 已经失去他的继承权了 一派 我可是诸葛家的少爷 怎么会失去继承权 是啊 说谎都不打草稿 别是为了故意掩饰你吃霸王餐 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没有吃霸王餐 你少笑好看人 没吃霸王餐 那你钱上了 钱都付不起 那就是吃霸王餐 哟 洛云西 你怎么轮往到吃霸王餐的地步了 刚才不是很嚣张的吗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我是手机没电了 不是吃霸王餐 你是真没钱假装手机没电了 我都说了我们高档餐厅消费很高的 你偏要吃 现在付不起钱了吧 这就是你的电 服务客人的态度吗 哎 你是什么货色 他就给你什么脸色咯 祖可少爷说的是 像你这种连钱都付不起的情酸付客 当然是一点好脸色也给不了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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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的会长 有什么两次 还没我老公厉害呢 大胆 既然敢对诸葛会长不敬 小心诸葛会长灭你全家 算了什么东西 我爹灭谁全家 轮得到你在这鸡鸡歪歪吗 是 诸葛少爷教训的是 是小子兜嘴的 诸葛五川 我看 你是知道诸葛会长 所以才不敢收招了 该死女人胡说什么呢 我们诸葛少爷有什么不敢的 反倒是你 竟然敢对北海张会的会上不敬 赶紧向诸葛少爷道歉 要不然 求你好看 你耳朵聋了吗 赶紧道歉 不走 可就不是道歉这么简单 道歉 你铺我咖啡 后面我是霸王三都没道歉 凭什么让你道歉 我包他咖啡 你看见了 哎呀 听到没有 他说没有 那就是你在撒谎啊 朱格古川 你愁了会颠倒黑白女孩 颠倒黑白 我告诉你 在这儿僵着 我朱格古川说一加一等一五 就没人敢说的 干博物诸葛古川 那就等着我们去全家 这位小姐 要不你还是先道歉吧 这可是诸葛家的少爷 他们家跺一跺脚 整个江城都要阵阵呢 不要怕 去去诸葛家 还不敢拿我怎么样 我们不用小孩道歉 嗯 你算什么东西啊 胡说什么呢 还区区朱格家 你知道你口庭的区区朱格家 动动手指就能让你们全家滚出江城 嗯 多云西啊 嗯 我今天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跪下来道歉 今天的事情就可以算 听见没有啊 诸葛少爷 大恩大德让你道歉 给你机会 还不赶快向诸葛少爷道歉 他奔够我 你可别多想 待会儿啊 就是他跪下来 让我奔够他了 事到如今 你还敢对诸葛少爷不敬 就真不怕 诸葛少爷封杀你们全家 让你们全家 封江城呢 谁会被封杀 谁又会被赶出江城 诸葛少爷 心里应该很清楚了 是啊 都怪着该死的洛云西 要不是他 我怎么会被害得失去既成典 只能像孙子一样唯唯诺诺 要是他再向后备权告证 不管了 先教训着他再说 不会人说啊 来啊 封杀诸葛少爷 把诸葛少爷赶出江城吗 对啊 没错 我就是能封杀他 能让他捕不住江城 我看你这脑子有问题吧 赶紧去医院找个镜丁 看看脑子吧 还不要把猪肯少爷赶出江城 脑子不是有问题是什么 啊 好坏啊脑子 赶紧下跪道歉 你也陪我下跪道歉 你个贱人 告诉你 今天你跪也得跪 不跪也得跪 你把他给我摁住了 抓着他的脑袋给我磕头 不 是诸葛少爷 我一定让他下跪给你道歉 这个小小小 想怎么办 要不你先跑吧 先逃走再说 不用怕 我老公马上就来了 你老公来了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今天必须给 诸葛少爷下跪道歉 否则 你就等着给诸葛少爷封杀 滚出江城 该死的洛云熙 又要出霍北城给他撑腰了 不管了 反正霍北城已经不会放我了 至少让洛云熙跪先道歉 还不快动手 是 送给我 谁敢了我的夫人 你再敢碰我夫人一笑 你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脏手 不是 你是谁啊 啊 我在帮诸葛少爷教训这个该死的女人 你敢拦我 是不把诸葛少爷放在眼里啊 诸葛古川 你还真是死心不改的 都被取消了继承权 你还敢欺负我的夫人 不是你们夫妻俩脑子坏了吧 啊 成天换眼的诸葛少爷的继承权被取消 不如想想 怎么在诸葛少爷的阵定之下 保命 保命 在江城为主 我告诉你 江城可不是你们货家一家说的算的 确实 的确不是有点行势力 就可以在江城为主一位 不过我手上的这点势力 刚好够收拾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是啊 你是霍北城 那个多颜多角就能让江城趁三趁的 江城首富 第一毫门霍家 继承人 霍氏集团总裁 霍北城 对 没错 我老公就是江城首富 第一毫门霍氏继承人 兼霍氏总裁霍北城 这家高级餐厅也是我霍氏集团的产业 只是我不知道 我们霍家几千家门店中 竟然出现了你这样的孩子 工作态度不端正 这人还敢欺负我夫人 对不起霍总 我不知道这是您的夫人 我要是知道 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帮着 诸葛少爷欺负夫人 怎么 不知道是我的夫人 就可以诸诸为女 在我的店里欺凌弱小的 不是 胡总 你听我解释 够了 你被开除了 把她拖下去 拿着脏手碰了我的夫人 就打扮你了 是 那完蛋了 是不是就是少爷快救救我 你别以为你惩罚了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我就会怕你 想跪地求饶 我告诉你 我可 你的求饶我可 我会封伤你 所有的公司都不得聘用 所有的门店都不许招待你 你就等着做一个只能乞讨 睡乔通的乞丐吧 想什么 我可是朱家的少爷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告诉你 我管你是那家的少爷 犯了错 就得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替 不是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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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也太帅了吧 没受伤吧 嗯 但是 他们把我衣服弄脏了 对不起啊 都是我来晚了 才能受欺负 怎么能是你来晚了呢 都是周哥古川他们那帮人 太坏了 啊 对了 刚刚这个服务员一直在帮我说吧 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这家门店的店长 谢谢郭总 谢谢夫人 我们走吧 嗯 老公 刚走周哥古川这么好的日子 我们是不是要请你住一下 你是不是 没吃饱啊 什么没吃饱 那根本就没吃 这个猪狗古川真烦人 我刚准备没吃饱 她就闹起来了 那我去带你 喂 淼淼 什么事 芸汐 我们都好久没见了 待会来咖啡厅 我们姐妹两个说她个天荒地了 好呀好呀 我马上过去 你是不是 不陪我吃饭了 唉 唉呀 好了好了嘛 这是我闺蜜妙妙 我们多久才见一次面呀 咱们两个不是天天都有机会吃饭吗 好 我送你过去 然后再接你回家 老公真好 走 老公 我到了 那我先进去 你晚上记得来接我 好 那我走了 嗯 洛云熙这个害人情 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害我被疯杀 但害我丢掉了继承去 对呀 都怪洛云七这个贱人 要不是他 我怎么会丢了工作 咱们两个又怎么会沦落到水桥洞 吃口饭都只能偷别人剩下的 嗯 看我不好好记住 唉 算了 先去上个厕所吧 先去上个厕所吧 这个上个厕所吧 你可是在那边 看不见我 什么事情 也对了 对追中了 你就是要有很快的 太帅了 你就是要不知里面 我的生活 那是要不知里面 而是要不知里面 或者是要不知里面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想承认之位 竟然稀里糊涂地和他睡了 既然我们生命已经折出手饭了 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过了一个公司 不到你能力下 你可以看一下 站住 莫小语 你怎么阴魂不散 你 事儿都已滚出公司 爸爸说了 公司现在背我 什么 爸爸的意思是 公司现在是我的了 公司是我一个人辛苦打拼下来的 不是落家的东西 凭什么由爸爸说的 凭什么 就扶你是落家的女儿 爸爸可说了 就算你再不承认 你也是他女儿 所以你的公司 就是落家的公司 这什么玩意 不过是为了抢走我的公司才找到的借口 还你女儿呢 当初找小三生下你这个野种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这个女儿 骆云西 劝你乖乖听话 突然我就带着爸爸过来找你算账 妙里的东西 母女俩都是爱抢东西的小三 先是抢走我的爸爸毁掉我的家 现在还想抢我的公司 我告诉你 门都 你和你妈自己废我 怪不到我们头上 只有没用的女人 会打小三撒谱 当小三还有这么多女儿 挺累的吧 莫小语 我告诉你 你本来可以好好搞事业 找个好男朋友 非要当小三讲东西 自甘动 当小三还有这么多女儿 挨打了就受着 享受利益 少在那中客 那又怎样 说明些 爸爸已经因为你突然结婚的事情非常生气了 所以你乖乖把公司让出来 别等爸爸发火了 才知道认怂 发火了又是 想要我公司 你个贱 姐姐 就算你不听爸爸的话 你也不能推我呀 老人是垂探公司的总裁 怎么回事 拨电话来之下怎么动手打人呢 我没有推他 不是你推的还是谁推的 姐姐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 但你也不能推我呀 莫小语 你在这装什么可怜的 明明说你自己摔倒的 少在那电脑黑白 姐姐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莫小语你给我闭嘴 明明说你自己摔倒的 少在那电脑黑白 姐姐 哇 打人了才突然这么唱 好像是姐妹呀 怎么当姐姐的欺负妹妹呀 姐姐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我小语你给我闭嘴 哪里是当姐姐的 推人就算了 还凶妹妹 灵畅 别怕 我来了 你刚才说 我夫人推你的是吧 爸 我肯定会拿出来 你就安心工作吧 拜拜 哎 不许摸 我是来买衣服的 不摸一下 怎么知道衣服的料怎么 你一个坐过乡车来的 你又买不起 你摸到当我卖给谁去 谁说我买不起 谁说我买不起 你只是打扮 看着就挺困难的 更别说 你还是坐公交车来的了 你根本不可能买不起 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 反正我们店就是不允许摸 哎 这件衣服有我穿的尺码吗 乐小姐 您又来了 我手上这件 就是您最合适的尺码 这件衣服 可是用上好的针织料做的 身身柔软又舒适 你可以上车试一下 陈阿等一下 不是规定不能 凭什么他凭 人家可是洛家的千金大小姐 人家什么衣服买不起啊 你一个坐公交车来的 你瞎让什么 他怎么沦落到坐公交车来 难道霍北城不是他丈夫 我就说嘛 霍家少爷结婚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消息流出来 既然如此 我可要好好地抱一抱之前的仇了 你都沦落到坐公交车了 还来设计品店干嘛呀 你都能来 凭什么我不能来 你一个只会坐公交车的穷鬼 可我这个富家千金早已是云泥之别 我能来的地方 你咱俩才走 你咱俩才走 孟小姐 要不我去带你看看店里的新款 少在这跟她废话 免得沾染了混血 好啊 走吧 我们去看看新款 这个包子 哎 我们的包要沾上了汉字 可就卖不出去了 这么大的损失 你承担起吗 那他凭什么可以动 这个时候没有不嫌损失 我刚刚说了 人家洛小姐什么身份 你是什么身份 你一个坐公交车来的也别跟人家比 也别跟人家比 我说了 我不是坐公交车来的 是我老公开兵力送回来的 他半路有事我才坐了公交车 不是你嘴里那种只能坐公交车的人 对你这样的穷鬼 能登上自行车就不错了 那开兵力呢 你别做白日梦了 我们的包脏了 你赔不起 给我拿过来 我可没有撒谎 这个包我今天就还不放 我把它买了 这可是价值五千万的镇天之宝 你买得起吗 给我 是啊 乐于夕 这五千万对你来说可是比巨块 你还是把这个包放回去 弄脏了 人家小店也不好交代了 我告诉你 这个包要是被你弄脏了 你还赔不起 我们店一定会告到你倾家荡产 这个包 我买定 是 莹芸 你也不明白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 既然把包卫弄坏了 就 就是你居然敢把我們的鎮店之寶給弄壞了 趕緊我賠錢 哎你往後退什麼呀 你賠不起想跑呀 你還想跑 你今天不把這五千萬給我賠了 你休想走出這個門 怎麼回事啊 吵什麼呢大吼大叫呢 這可是我們駕駛五千萬的鎮店之寶啊 這是誰弄壞的 店長就是他把我們的鎮店之寶弄壞了 既然弄壞了我們的鎮店之寶 那就得照價賠償 五千萬一分都不能少 一分都不能少 洛元熙 你要是賠不起的話 可以給店長跪下磕幾個頭 說不定可以關心你一段時間了 不光有磕頭 還得磕三個小頭呢 區區五千萬 就想讓我下會磕頭 你們也欺人太省 區區五千萬 那你倒是拿出五千萬呀 拿不出來在這說什麼大話 就是 那區區五千萬 你倒是拿出來呀 這位小姐 如果你拿不出五千萬 那 可要收到我們的律師函了 天 我賠得錢 但是 我不想聽某些人 給黑鍋 這可是至尊黑金卡 是用最貴的手破才能用 怎麼會在你手上 怎麼怎麼在你手上 怎麼在你手上 洛元熙怎麼會有黑金至尊卡 霍美城不是不要他了嗎 難道是他偷的 當然是我 唉 霍美西 我記得你小的時候就好小豆小摸 這卡不會是你偷了的嗎 就是 開一個坐公交車來的窮酸貨 怎麼可能擁有至尊黑金卡 這個賤貨 一定是在屬服公司打掃衛生的時候 把至尊黑金卡給偷了出來 我沒有偷 你少學口吧 你那麼激動幹嘛呀 難道你心虛了 店長 他就是心虛了 我們趕緊把這個弄壞我們東西的賊給抓起來 把他送到首富呢 讓這個小偷知道 偷了首富的至尊黑金卡是怎樣的一個代謝 我再說 這張卡是我老公給我的 我不是偷的 是我老公給我的 我不是偷的 哈哈 難道你想說 你老公就是守護 真是荒謬 你一個坐公交車來的也能家裡守護 痴人說夢 痴人說夢 你不要碰下 是他 來把這個大人的眼睛給我按了 那是 但是我父上 好的不耐煩了 霍北城怎么来了 他和洛云熙不是演戏的吗 不然洛云熙怎么会坐公交车出门啊 不管了 先躲起来再说 你就是这个小哥的老公 怪不得夫妻呢 都不爱打人 看我们叫保安 把你们这些狗男女给打出去 至尊黑金卡本来就是我的 怎么 我把它给谁 还有算你买的一块是吧 这可是至尊黑金卡 只有最尊贵的江城守护才能拥有 怎么会在你手上 你这张卡 我看 非偷计甲 哟 这造假至尊黑金卡 可得等同于共同智能力很大 这个狗男女就等着承受守护的怒火吧 至尊黑金卡 也就是江城守护才配对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就是江城守护的 我就是江城守护的 哼 这俩可真是天生一顿啊 一个冒充守护夫人 一个冒充江城守护 都是冒子被门加了妄想症啊 哈哈 三分钟之内 立刻收购了这家店 转到夫人那边一下 哼 你就别装逼了 我们这里可是奢侈品店 不是什么阿玛狗 都能收购的 其实嘛 能不能收购 还会不知道 什么 我们店被收购了 我们也被开除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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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总 是我优言不是怠善 既然出伤了您 还请您打着他来 高抬贵手 千万别开除我 霍总 我这个人只听我夫人的话 原不原谅你 还得看我夫人的意思 高眼看人低的东西 也配得到我夫人 高眼看人低的东西 也配得到我夫人的原谅 这 还不拖出去 留着爱夫人的眼 你早上大量 扑总 霍总 大人 你这是要进去 装什么装 别以为你请了霍伟诚 来给你演戏 自己真是走败夫人 哎 我这可得澄清一下 我们不是演戏 我们是真夫妻 不可能 陆芸汐 你怎么会变成守护夫人 我不相信 不管你相不相信 今后 我都不想不看 没听见夫人的话是吧 立刻红栓路走语 是 别碰我 放开 放开 好了 现在这些讨厌的人都走了 我们继续给妈妈挑礼物吧 这家店 我已经买下来送给你了 喜欢什么 随便挑 好了 现在这些讨厌的人都走了 我们继续给妈妈挑礼物吧 这家店 我已经买下来送给你了 喜欢什么 随便挑 妈 哎 芸汐来了 妈妈 生日快乐 这个呀 是我跟北蛇 一起给您挑的礼物 姨妹呀 你这儿人全部也真够懒的啊 这儿人全部见婆婆 怎么不知道早点过来帮忙做饭呀 这大姑 这家里呀 为了招待芸汐 特意请了八个大厨来帮忙呢 哪里还用得着芸汐来 我们家芸汐的手金贵得很 要不得粗活 再说了 我货家又不是请不起大厨 哎呀 那个 今天高兴的日子 说这些干什么呀 那个北城啊 大姑可听到你酒窖里存了不少好酒呢 今天大姑来 你可不得拿来几瓶 让大姑尝尝 好 那我去拿来 弟妹呀 这北城都结婚了 怎么还不搬回来和你一起住呀 搬回来干嘛呀 那北城的房子呀 离公司更近 他们上下班也更方便 那总得让芸汐搬回来住吧 这儿媳妇呀 总是要侍奉婆婆的 住在外面 那怎么侍奉你呀 大姑啊 像咱们这样的人家 那有的是钱请佣人呢 还让这个芸汐来回 跑来跑去干嘛呀 啊 呀 你这衣服是奢侈品吧 这女人呀 要懂得勤俭持家 怎么能买这么贵的衣服呢 你看啊 这网上九块九个衣服都够你穿的了 这儿媳妇呀 要懂得为夫家省钱 不能动不动就买奢侈品呀 好了 她大姑 这年轻女孩子家家的 那买穿点漂亮衣服 也是应该的嘛 再说了 怎么能让芸汐去穿九块九个衣服呢 话是这么说 但是作为儿媳妇总得自觉一点吧 再说了 那搞事业呀 有北城就行了 你说一个女人总在外面抛断露面的 像什么样子 大姑 女人也可以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啊 哥哥哥这个家里是我们两个人的 总不能把所有担子都扔给北城一个人吧 你怎么说话的啊 这女人呀 在家里洗衣做饭生孩子就行了 还拍什么事业呀 那是男人的事 大姑这话说的 现在都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在外面闯荡事业 没有谁天生就只能在家待着洗衣做饭生孩子的 好了 大姑这女人啊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嘛 再说了 我们娶芸妻回来啊 那是做儿媳妇的 又不是做保姆佣的 哪用得着她来洗衣做饭呢 弟妹呀 我这是在帮你交交儿媳妇 哎呦 好吧好吧 大姑咱们啊 做家长这都几十年了 现在他们年轻人的事啊 咱就别管那么多了 我看这大厨呀 差不多也把饭做好了 咱进去吃饭 不等北城那畜小子了 我听说啊 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吃小龙虾 我特意分输大厨做了一份 这应该是做得差不多快好了嘛 既然是快好了 那就让芸汐去拿吧 哎呦 她大姑这家里有的是佣人 干嘛让芸汐去拿呀 让佣人去拿就行了 那怎么能行呢 这芸汐呀是做媳妇的 就算不搬来家里一起住 总得熟悉家里的环境吧 又跟你住在一块 总得每日来伺候婆婆三次吧 要不然以后怎么来伺候你这个婆婆呀 哎呀 他们年轻人啊上班也忙 不用他们天天的跑回来伺候 他们能一周呀抽空回来一趟 陪我吃顿饭 那我就很开心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这芸汐和北城已经门不当户不对了 这芸汐嫁到家里来 这么能什么都不干呢 这有什么关系吗 你就太单纯了 像芸汐这样穷人家的女人 她就是图北城的钱才嫁给她的 既然是图她的钱呀 就应该让她多做点事情 不能白白吸她的血呀 大姑 我没有图北城的钱 我跟她结婚的时候 甚至连她的身份我都不知道 听到了没 贵芸啊 这芸汐啊 没有这个意思 你以后啊 这种话可千万不要再说了 那现在知道也不完呀 不是照样吸北城的血 拿走她的钱 大姑 我真的没有图北城的钱 我和北城之间的爱情 是不能用金钱这种庸俗的物质来衡量的 漂亮话谁都会说 谁知道你以前究竟拿走了北城多少钱 你所谓自己赚来的钱 那还不是北城给你的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吃饭的说这些干什么呀 不吃饭吧 饭菜都快凉了 灵溪啊 来尝尝咱们家大厨做的小龙虾合不合你的胃口 你要是喜欢吃呀 以后我让他经常做给你吃 妈妈我痛疯了不能吃小龙虾 啊这样啊 那咱们吃点别的 那这个不吃了啊 咱不吃了 痛疯而已 怎么就不能吃了 这不说你这做儿媳妇的 既然让婆婆帮你帮小龙虾 这会儿都帮好了 你竟然敢拿桥布吃 真是太不像了 哎呦 她大姑啊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这是我自己愿意剥给云西吃的 再说了 这之前云西可不知道我是剥给她的呀 就算她不知道那她也是做儿媳妇的 怎么能博了婆婆的好意 洛云西你实相点 赶紧把这些小龙虾给我吃了 不要让长得说第三遍 大姑我是真的痛疯不能吃 洛云西你这个做儿媳妇的 怎么敢捂你长辈 这是你叫扭的东西 果然是小龙小虾出来的 好了她大姑 你怎么能这么说云西呢 我就说了 这家产低于一千万的女孩子不能娶 你看看她那个整个性 谁家做儿媳妇的做成她这个见证模样 可不是不是我神经很久了 不是 弟妹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了和云西吃这个人的饭 我不说了多久准备了多少 就是因为你这张碎嘴 不会的好好的意思 弟妹 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呀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们家好吗 这儿媳妇呀不好好管教 那以后可要上天呀 我们家的事还轮不着你来这手画脚 再说了那云西嫁到我们家 那就是我们货家的宝贝 是让我们捧在鼠心里面疼的 还轮不到你来带这指手画脚 什么叫轮不到我来指手画脚啊 我这也是作为大姑 来关心关心你们这把 没想到这好心坏的狗 以后你会知道 像洛云西这样的女人不能娶 我们家的事 以后轮不着你来掏心 赶紧滚 别急叫我和云西吃饭 我可是你们家亲戚啊 你竟然敢赶我走 我们家没有你这么坚酸刻骨的亲戚 谁家不是红屋道友 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打拼出来的 你凭什么看不起云西 像她这样的女人 儿媳妇不像儿媳妇 倒向你来家里当公主的 云西很好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她到我们家就是来当公主的 而不是如你所愿 去当一个用人 你们会后悔的 我们和我后悔轮不到你来管 从今以后 我们家不欢迎你这样的亲戚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和你断绝我来的意思 赶紧滚 好 上车走 你们看我的 学姐 对不起 是让你和妈妈受语绝了 没关系 我还要感谢你和妈妈呢 其实来之前 我挺担心这个问题的 我们两个门不当 步不对的 我就怕来到你家里 骚得嫌弃 云西啊 像你这样好的女孩 妈妈喜欢还来不及呢 以后啊 可别再说这样的傻话 这个问题 我早就想过了 我抿了一份合同 上面啊 会把我的财产分给你办 这样的话 我们就门到户队了 这是海边别墅的房本 妈妈也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户型 我看这个呀 还不错 就先帮你定一套 待会儿啊 再让北城 带你去选几套 你喜欢的户型 对了 还要再买几家直升机 这样你们年轻人啊 出行也方便 这太破费了 快抽下吧 你来我们家呀 就是来当我们的千金的 我就是要把你 宠在手心里 这点东西啊 不算什么 以后我还要再给你 送更多的东西才好呢 谢谢妈妈 啊 那个 我跟北城 还有点事情 我们就先走了 好 但是呀 记得下午 我的生日夜 可千万不能迟到了啊 记得了妈妈 行 你去忙吧 那车 妈妈也太大方了吧 我都怕我再带下去了 她还有这些故事 怕什么 你是我夫人 这些啊 不是你应该的 哎呀 好了好了 下午不是还有 帮帮帮生个会吗 赶紧回去 好 那咋 这个沉香手串 是我给妈妈准备的秘密 叫我你拿进去 就说 是咱们夫妻俩一起给她 嗯 好好玩啊 这个手刷多少钱啊 二十万 二十万 这什么 破手刷这么贵 这里钱算是吧 走吧 我们快进去 听说 后总有个友喷夫人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见到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 这么有夫妻 竟然嫁给破总 能财女貌 天作之和 太完配了 爸 妈妈 吃饮快了 芸汐 你终于来了 妈妈可就等你呢 嗯 芸汐 我和妈妈先去应酬一下 嗯 好 你们去吧 我在这等你们回来 嗯 啊 哎呀 骆小语 你不是被封杀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爸爸派我当代表来参加过夫人的生日宴 你说我为什么会来的 哎 姐姐 咱都是一家人 可别这么生分了 我给我藏藏 让我看看你送什么衣服 关你什么事 关好你们自己 让我看你不让我看看 反正你就没品 送不出什么好东西 我送的可是沉香手串 算不算好 沉香手串 你怎么会送这种东西啊 那 那都是地摊货嘛 嗯 你居然把这个东西送给货夫人 也不知道谁才是真正 我这个 沉香手串可是天然野生的 价值二刷 价值二刷的野生手串 那我刚才看看了 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你碰坏了拿什么来看 碰坏就碰坏呗 那底摊货 他不让看 那老鼠子真 这是我送给妈妈 问你什么事 懒得跟你亲家 让他还要扶你 让他看 亲家还要不去到我手上了 我到我手上了 你看 我就说是假的吧 这要是戴上了 他不知道怎么伤身体呢 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问你什么事 任何不关我的事啊 你送出去的礼物 要是真的带出了什么问题 那连累的 可是咱一整个洛家呀 我送的不是地摊货 是价值二十万的成销手套 快点还给我 哎哟 我没拿吻 不小心掉了 姐姐不会怪我吧 不过 反正也就是个地摊货 坏了就坏了 二十万 没了 不然 我是洛小雨 洛芸汐的妹妹 今天带走洛家来 参加您的生日会的 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原来啊 是芸汐的妹妹洛小雨啊 谢谢你这么大老远的 来给我出寿了 待会儿啊 你就和芸汐 一起坐在我旁边吧 阿姨您真是太客气了 哎对了 这个是我特意给您挑的 香奈儿包包 特别适得您这种 成熟的贵气女人 嗨谢谢你了 都是一家人 人来就行了 还带什么礼物呀 实在是太破费了 这是我们洛家的一点心意 而且过生日送礼物 这都是应该的嘛 总不会 你能空着手来吧 芸汐 怎么了 那 您自己看吧 阿总 他不仅来了 他还把咱们送给妈妈的手 串通断了 什么 真是不知错 等一下 北朝 他送给妈妈的包包 好像是假的 我们过去看看 妈 芸汐 你来的正好 你来看看 这是小雨送我的 你喜不喜欢 你要是喜欢啊 妈妈就把它送给你 这个款式我是挺喜欢的 可是 我系的包是剪的 假的 你说什么 少在这血口喷人了 我怎么可能送假货 哎 那 你自己来看看 这是真是假 不可能 可以使你诬陷我 好了 证据确凿的 怎么能说我们芸汐诬陷你呢 送奖货的人呢 不配出现在我的生日会上 男人 给我赶出去 你就是个破生日会 还不稀罕你 等等 弄坏了我的陈香山串啊 不想赔钱就想一走了之啊 区区二双的手串 没给你吃 不是二双 二十二十万一个 一共一千三百 啊 来人 把他给我轰出去 任何公司不许再雇佣他 另外 只许他沿街其他 别到还君这不及 哎 放开 别碰我 放开我 放开